推广科学教育花莲县政府和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还有花莲东华大学慈激大学 携手举办了花莲爱科学原子探险去原油会 星期日星期一两天是在花岗国中举行 借由科学闯关志工关主等方式 带领亲子体验科学实验认识科学探究的方法和意义 为期两天的花莲爱科学原子探险去原油会 30日于花岗国中登场 借由科学闯关志工关主的方式 带领大小朋友体验有趣的科学实验和环境议题 吸引不少家长趁着廉价周末带着小朋友前来体验 县长学政委也出席并感谢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等单位合作 为本县带来科学教育机会 近来的时候遇到我们的家长 他们觉得这个活动实在太好了 启发我们的孩子也启发家长 尤其是让家长知道 我们如何和孩子们一起共同学习 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 再次谢谢中央能够重视在东台湾的花莲 让我们的科技教育能够透过如此 来做各校的循环 我想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把我们原子能的科普展 实体的移到东部来 最主要是要告诉东部的一些师生 原子能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把原子能的相关的应用 也带给东部的师生 那现场我看到这些小朋友们 非常的参与得非常的踊跃 这个概念的话让学生可以在课本里面学到的 或在这边学到的跟课本的会相互的印证 这个过程中可以引发很多学生的学习科学的兴趣 跟他未来对科学的创意跟创新 所以我想他跟资本的学习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想说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推散科普教育的话 对学生可能引发另一个管道 可以对科学学习的一个方法 我想今天的这些活动 我们更希望很多很多的学生参与 参与之后他对未来科学的想象 可以有另外一个空间 除了活动与讲座 还有长达26天的科学教育巡回 并提供道校服务 前往国中小学实地讲解 邀请多名科学家与学者 探讨当前世界重要的科学问题 带来科学展示与实验 让更多学生了解科学知识 在科普知识、科学实验、科技方明等方面 发挥创造力、想象力 给予孩子学习平台 让花龄科技教育向下扎根 记者长方言和华林师报导